大家好,聽到聲音不同了,不用大驚小怪 因為Ronald需要長一點時間休養 幕後的我不想因為這段時間丟空了頻道的關係 所以會不並期拍一些新玩具的開箱片 以及玩一些舊玩具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伸出了一段時間的新發光彈 就是力奧斯721和佐菲這一套 我們先看看力奧斯 大家看到力奧斯是可以不用台座順利站到的 但原先是不可以的 一買回來的時候,需要用台座才可以幫他站到的 不過因為買了一段長時間 用台座放著他的腳都已經放了一段時間 所以可能腳架都因為我台座而變形 導致不用台座也能站到的 我先跟大家看看這個360 正面 側面 後面 還有這邊的側面 就這樣看,都是普通發光彈貨仔 沒有特別漂亮的 不過因為這些角色,商品化很少 所以變成這個發光彈都要進去 不過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他的眼方面 這裡做得太近了 兩隻眼 變成有少許鬥雞眼用的感覺 我們看回很多年前出的HG 因為他的眼睛沒有那麼近 沒有那麼鬥雞 唯獨是他的眼睛做得不好 整體上都做得不錯 都做到力奧斯的味道出來 待會再一次我試一下發光效果是怎樣 第二隻就是這隻超人721 因為21世紀超人7號 所以就叫他721 這隻同樣都是需要用台座才能站到的 但因為買了一段時間 所以台座也放進去一段時間 變成腳架都變形 現在出道力的效果就是不用台座也能站到 好 先看看這個360 前面 側面 後面 還有這邊的側面 跟力奧斯一樣 發光效果都是上下開合的 都是這裡有眼燈 這些燈不是包起來的 跟另外我的台灣打一樣 都是扭的 大家很熟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飛刀是可以拔出來的 但我就不拔了 因為這些一拔就會鬆 一鬆就好像不見了 所以我就不拔了 雖然721就很少這些直合式公仔 就是我不計算HG的小蛋 只是計算盒蛋和大扭蛋 其實沒有出過 HD、HDM、創絕 還是究竟那隻大扭蛋 沒有出過721 所以這隻可以說是第一次出的 721直合式公仔 而它的動作和造型都非常好 它有721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都最喜歡這隻 發光效果都是最後一次看 最後一隻就是佐菲的死光姿 M87光線 佐菲和力奧斯都有些關係 因為他在力奧斯的棋裡 都很少出場 所以他放在這套打一樣 我覺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適合 先看看三下六線 正面 側面 後面 還有這邊側面 這次的發光效果不同 剛剛適合兩隻 他用回舊時的開孔 估計他這個身體應該和之前出的招牌姿 是一樣的 稍後可以和大家對比一下 另外這個M87光線的姿 其實都出了很多次 創作也有 究極彈也有 現在又出了這個 其實都出了很多次這個 所以都不是很新奇的動作 拿起早期出的招牌姿 和大家對比一下 看到死光姿 這個漂亮很多 它那隻銀色 沒有那麼灰 是比較鮮 這隻很沉飾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頭和手 身和腳 都一樣 你可以看到 放近一點看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到腳 這個接行 和這個接行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舊帽 來的 現在就和大家試試 發光效果是怎樣的 發光蛋 是會亮著燈 才有那種味道 剛才不亮著燈 拿著東西 是不同的 就是合彈 就是合彈 真的不亮著燈 都可以的 這些不亮著燈 是不行的 你見到亮著燈 就漂亮了 那現在就關掉燈 看看會有什麼 透光的情況 燈已經關掉了 那看到 透光的情況 是非常之嚴重的 那隻座妃 都還好 因為它是舊帽 不過後面都不行的 都透光了 那拿去座妃先 大家可以看到 力奧斯和721 透光的情況 非常之嚴重 力奧斯的肚子 是透光的 而721 就更厲害了 無論是肚子還是頸 都透光的 看看後面 後面更嚴重 背部都透光 頭部都透光 頭部都透光的 那其實這套發光蛋 這個系列 已經出了很多年了 其實就不應該 出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都有透光的情況發生 還要這麼嚴重的 所以透光方面 真的要扣少分 出得又不太好 今天的五星級評分制是 三星級的玩具 這套蛋的角色 力奧斯和721 那個商品都很少 所以其實它出發光蛋 還以一個通範的角度 不是以限定的方式去出 其實是值得入手的 不過始終它的透光問題 真的很嚴重 所以都要扣少少分 所以就給三星級了 現在講一下頻道去向了 接下來的影片應該會由我來做主打 多數都是開箱片 還有舊玩具的分享片 那些劇情分析片 就等下汪羅回來才會繼續做 舊玩具的影片 都會主要拍我自己的影片 那不是說什麼特別經歷的影片 但我保證 一定可以勾起你的同年目的 而接下來的新超人的資訊 如果我有時間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覺 那我也會拍片講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留意我們有什麼影片更新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大家記得讚好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有什麼你會馬上知道 這條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